有一个都市传说,当蚊子叮你的时候,你突然夹紧肌肉,让蚊子拔不出嘴,就会一直吸你的血,直到暴体而亡。 尽管这听起来非常的玄幻,其实早在50年前,就有科学家通过给蚊子做神经外科手术,成功地让蚊子吸血自爆。 而且整个手术过程非常的简单,你自己在家里都可以完成。 那这种方式能不能用来开发新的灭蚊药物呢? 用大白话聊有趣的科学,我是包包子。 大家好,我是包包子。 今天分享的有趣科学是如何在家里给蚊子做神经外科手术,让蚊子刺爆而亡。 我综合了一下50年前的方法和最新的手术方法,总结了一套简单的可以在家里操作的方法。 首先你需要一台解剖显微镜,一台冰箱,一把镊子,一块橡皮泥,一双稳定的手。 当然还需要一批雌性的蚊子,因为只有雌蚊子才吸血。 之所以需要解剖显微镜,是因为它有更大的动手空间。 OK,现在让我们开始操作。 第一步,打开冰箱,把蚊子放进冰箱,最后再关上冰箱,冰镇一小时。 这可能是一种物理麻醉的方式吧,因为蚊子在低温的环境下就不怎么活跃,免得它乱动。 第二步,把冰镇的蚊子放在解剖显微镜的解剖台上,用橡皮泥固定蚊子的身体。 第三步,用镊子挤压蚊子的第一和第二腹结间的神经锁。 这样是为了破坏蚊子的神经团导。 因为昆虫腹部的神经锁是它的中枢神经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就相当于人体的脊髓。 到了这一步,手术基本上就做完了,可以取下橡皮泥,把它送回房间休息一下。 等到第二天,你就可以把你血气旺盛的弦猪手,错了,是饱满的手臂,伸进它的房间测试一下效果。 马上见证奇迹的时刻就到了,你会发现蚊子跟疯了似的,疯狂地吸你的血,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饱。 直到吸入自身体重3-4倍的鲜血之后,就会自己暴体而亡。 如果你尝试着切断不同腹结间的神经锁,你会发现蚊子的吸血量各不相同。 这个手术说明了蚊子的饱腹感是通过腹部的神经锁传递给大佬的。 当蚊子吃饱了之后就会告诉大佬,好了,我吃饱了,可以收针回腹了。 那这个手术有什么用呢?暂时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。 只能用来研究一下蚊子的吃饭行为,或许以后可以用来防治蚊虫。 因为切断神经锁之后,虽然磁蚊子的暖潮和暖都能正常发育,但是它的产暖会受到抑制。 至于具体怎么用现在还不清楚,如果以后我看到进一步的研究再跟大家分享。 最后友情提醒一下,我知道有些人家里是真的给小孩买了有显胃镜的,但是不建议自己在家里做这个手术。 因为实验室的蚊子是干净的,一般不大会传染什么疾病,但是自己在野外抓的就不好说了。 好了,今天有趣的科学就讲到这里。 如果觉得我讲的还有点意思的话,请订阅关注我的频道,并点赞三连和分享。 谢谢大家,我们下期再见。